美方被曝秘密炸掉北溪天然气管道仪式引发广泛关注 北京时间十日下午 华春莹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抨击美国欧洲媒体对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时的这一爆料 保持神秘的沉默 还发了张图 图上写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句名言 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 而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 华盛顿和那些自由且专业的美国欧洲媒体 一直对赫时关于北溪的爆料神秘的保持沉默 是因为他们一直都知道这件事 还是只要人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故事版本 他们就不在乎真相 华春莹写道 推文下方配图则是上述基辛革命言 华春莹接着在该推文下方表示 这只是美国掩盖真相的又一案例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做了 他们在新冠病毒溯源 新疆网络安全 一直做着同样的事情 这样的例子不胜美举 这只是美国试图掩盖重要真相的又一个例子 如果虚假信息有助于美国禁营其他国家 那就会散布它 随后 华春莹又发了一条推文 继续抨击美国涉嫌秘密炸掉北溪管道的做法 称此前就有明显迹象 事实上已经有迹象了明显的迹象 华春莹写道 该推文下方配上了两张图 一张是美海军潜水员曾在加州北部海域进行深浅训练的图片 另一张为西摩赫时爆料文章截图 截图内容显示 在去年2月7日 也就是据俄乌冲突爆发不到三周 拜登曾在白宫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 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拜登挑衅称 如果俄罗斯入侵 北溪尔将不再存在 我们会结束这一切的 此外在拜登这一表态大概一个月前 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在国务院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也传递了类似信息 在回答一个问题时 他声称 我今天想跟你们说清楚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北溪尔项目无论如何都不会向前推进了 赫什在文中称 而纽兰这一表态也没得到太多报道 美国知名记者挖出拜登政府 炸毁北溪管道内幕 曾经揭露过美军在越战中 屠杀大量平民的美来村事件 和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 虐求丑闻的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什 日前再次爆出猛料 根据他的调查 去年9月遭到人为破坏的 从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管道 是美国总统拜登下令 让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军人员秘密炸掉的 尽管白宫和中情局等都空洞的回应称 赫什的指控纯属捏造 但在国际社交媒体上 包括绝大多数美欧网民 都不怀疑赫什调查报道的真实性 与此同时 欧洲的政客们却大多陷入沉默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本月9日表示 这些材料的出现再次表明 有必要对这一关键基础设施 遭到史无前例的袭击 进行公开的国际调查 不揭露肇事者 不惩罚他们 这是不可能的 2月10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就这篇爆料表示 如果赫什的调查报告属实 这是不可接受 并且必须受到追责的行为 美方应当向世界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此外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称 对于上述调查报告 美方一些一贯标榜自由 专业公正的媒体鲜有提及 发言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对此毛宁表示 事实上 这种现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只能证明 有关媒体并不关心什么事实真相 他们对真正重要的真相装聋作哑 而高声渲染炒作的往往不是真相 而是虚假叙事 第一次 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